所以我看很多韓國的媒體 反而是羨慕台灣這種投票方式 很多歐美的媒體 也肯定台灣這樣方法 所以我覺得我們已經有個 受到全世界大家都 呈現的投票方式 結果我們現在自己不要 我們要去學那些有問題的國家 我覺得這真的是值得商榷 剛講到韓國它可以 他們在中國有設投票所 那是設在大使館 大使館就等於是韓國的領土 問題是我們那你中國 讓我們中華民國 也在北京成立大使館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嗎 我們在上海成立總理事館 好不好 我們在重慶成立總理事館 那個習近平就下台了 對不對 OK啊 全世界有128個國家 使用晶片身分證 為什麼就是我們台灣在緊張 好 那既然你對身分證緊張 你為什麼會電子投票 你就有信心 你告訴我那個邏輯何在 所以東西大家實感好不好 我們很審慎 我們不是固步自封 中學會主委再三強調 不是固步自封 內政委員會11號上午 針對不在籍投票罰草案 藍營立委提出擴大使用範圍 但光是國民黨內 就有好幾種不同聲音 公投可以做電子連署 我們這個相對來講 沒有黨籍背書的政務中的候選人 他的連署 能不能也納入電子連署的機制 既然我想美國啦 日本啦 這些韓國這些國家 都已經實施通訊投票 已經行之有年 那所以通訊投票 對您剛講的公平性 以及私密性 我覺得絕對可以克服的 藍營立委黨團主張變民投票 讓選民投票過程更靈活 減少社會成本 但身份辨別疾病書選票過程 風險也相對提高 中選會先從已有經驗的模式開始推行 但不在籍投票法草案 藍綠白意見分歧 光是包含境外選民的通訊投票 還得考量中國因素 會說怕台商在中國大陸投 那你可以分階段嗎 李靖勇主委居然要貼不在籍投票 只是為了公投 你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在國內因為工作的關係 有影響投票 至於其他的通訊投票 以及海外投票 當然是違憲的 不在籍投票雖然能降低選民成本 但恐違憲 影響投票自由選舉祕密信 有沒有為中國借選大開後門 藍綠持續攻防 三里新聞綜合報導 境外不在籍投票 天啊 國民黨你真的要確定 境外不在籍投票 我再講清楚 其實現在有幾個概念 我們都混在一起 通訊投票 不在籍投票 而國內真的有這共識嗎 我們從昨天 許巧新在PTT的貼文 提到了這相關不在籍投票訊息 在PTT被一連串的虛報 其實你就知道 其實大家會認為說 這件事情 社會是沒有共識的 我先講 現階段 我們覺得大家最沒有共識的事情 叫做電子投票 就是說你今天用電子儀器 我們今天拿的手機 今天用的網路 假設說直接可以投票的話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過程當中 被想要侵略台灣的中國 駭客入侵 有沒有可能被篡改 而這件事情 大家不要覺得危言聳聽 我稍微去查了一下 國際上的資料 我舉幾個先進國家例子 挪威2011年提網路投票 結果到2014年就廢止了 為什麼三年後廢止 保安因素 保全因素 再來我講芬蘭 2006年提電子裝置投票 2008年就廢止 英國2002年很先進 2002年其實網路還沒那麼先進 就提電子投票 然後結果在2007年 因為技術問題也廢止 五年就廢止 所以我還有一堆國家的例子 我可以跟大家講 就是說這件事情 其實有非常大的爭議 就第一個電子投票 第二個來講不在籍 行政院有提不在籍投票的版本 我們現在行政院的版本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第一個 顧慮到安全性 第二個要顧慮到公平性 對事不對人 然後第一個事前申請 我們在國內 我現在強調是行政院提交 國內的不在籍投票 我今天佐冠廷因為上班 在台北 對 我的戶籍在雲林 我沒辦法回家投票 這目前針對公投的部分 公投是 如果公投 大家談了順利了 我們未來投票可以去做 但是方向上我們沒有說不行 所以投票前60天提出申請 我因為就學就業 無法回到投票當地 那我就可以做這個移轉投票 我認為這一點 爭議是比較小的 舉經理講的公投沒有錯 公投 投縣市長 投總統 只要在台灣裡面投 事前申請 然後事後還是實體的投票 因為我們台灣是民主的勝地 為什麼台灣的民主 國際這麼多國家來看 因為台灣很特別 我們的國家的大小 剛剛好符合一個 可以直接民主的典範 怎麼樣直接民主法 一天投票 一天開票 我們看美國因為很大 常常投票投到隔天 隔好幾天 然後都還沒確定 他的結果如何 然後選民在一天之內可以移動 然後不記名投票 然後紙本沒有爭議 這個是我們好不容易得來的典範 所以如果今天行政院提的 這叫不在籍投票 這個是國內的 可是現在國民黨要提的是什麼 國民黨現在的論述 或者是有一些聲稱說要不在籍投票的論述是說 總統這不就是習近平講的台獨 那這是國民黨提出來的 所以這不可能嘛 好就算可能 習近平今天睜音直眼閉音直眼 假裝沒看到 好我今天讓北京 讓北京在北京讓你們投中華民國總統 假的真的可以 你確定你去投你不會有壓力嗎 你確定你去投的結果 從郵寄 從北京或上海 空運 海運 沒辦法 陸運了 把那個票移到台灣 你剛一下印章那一刻 就已經獲得一張新疆的單程機票了 搞不好你只要買的飛機票 不是飛回台灣 是飛到新疆 單程 單程的不用回來 所以我剛才講是實體投票 舉行有人就講 中華民你們不懂 我們很先進 我們在中國或在國外 我們投下去之後 直接那個電子計票 要讓中選會台灣的那個電子投票 上面可以直接顯示出 你投給誰 我問大家問題 你真的信任嗎 你真的信任你在中國 如果投下一票 然後你是用電子儀器 電子設備 投下去之後 然後在台灣的票 你投的那個人 真的是你要投的人嗎 誰知道 假如說中途被篡改 中途被駭客入侵 中途被習近平控制 你有辦法去驗證嗎 這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 我國內是很清楚 我覺得台灣人民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理智 就是說我們要捍衛 我們要得來不義的民主 不要被境外勢力 不管是中國或其他國家 給侵擾 然後就有人講 你看在南韓 在中國 在中國可以投南韓的票 中國也要併吞南韓嗎 我問了 北韓可以投南韓的票了 那我就給你舉大拇指 讚 是北韓要併吞南韓啊 中國要併吞台灣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很清楚 如果增進在台灣本國內 在中華民國本國內 怎麼讓大家投票可以變便利 我覺得這個是爭議比較小的 民進黨政府也願意來做 可是只要涉及到電子投票 只要涉及到海外 我覺得這個國內還沒有共識 但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國民黨不是都說 這個民生法案為優先嗎 怎麼看來看去最近提的法案 好像都是跟這個總統投票啊 選舉投票啊比較有關係 還是國民黨真的很想贏嗎 好我們請教一下瑞德哥 因為他們現在推出了 不再及那境外的通訊投票 柯建民就批說是違憲 那你到底要怎麼樣秘密投票呢 那現在國民黨立場是說 沒有啊 很多民主國家都有在做啊 為什麼台灣不能做呢 哪邊說法有道理呢 那要請教一下朗東 因為現在呢 民進黨就批說 不再及投票是違憲 但朱立倫反擊啦 是世界笑話哦 雙方在互槓了 那許小新呢 也蠻幽默的 半夜不睡覺跑到PTT影站 他有講說呢 境外投票的方式之一 就是特赦投票所 要先登記為選民才可以實施 韓國在上海呢 就設有投票所 連疫情期間都可以投票 難道韓國的選舉不民主嗎 也被監看嗎 不屬於秘密投票嗎 對網友馬上就反駁 每日是台灣的敵國嗎 你是不是跟馬英九一樣 相信習近平 南韓會在北韓開投票所嗎 說他們敵我不分 在中國投票選台灣總統 這樣是可以的嗎 這個更酸 國民黨都回不了南京了 何況中華民國要去 中國那邊去設投開票所 那我特別去了解了一下 南韓的一個制度 他們呢 做法是說在116個駐外的大使館那邊去設特赦的投開票所 包含台灣也可以去投南韓的票 但是不包含北韓 換句話說南韓它全世界那麼多個200個投票票所 但是就在北韓是沒有辦法投票的 這就像是你不可能在俄羅斯去投烏克蘭總統嘛 就那麼簡單的一個道理 結果國民黨在那邊東扯西扯 更好笑的是說 中國人不是說國際趨勢嗎 南韓的趨勢是在2022年的時候呢 他們想要去修法說 因為中國籍的選民破壞南韓的民主制度 所以南韓要限制他們來保護南韓制度 中國的威脅不只是對於台灣有威脅 連南韓內部都在思考 是不是要限縮在中國投票這件事 而如果我們要有所謂的不在籍投票的話呢 就是所謂特赦投開票所 必定也是要在所謂的大使館嘛 中國就是沒有我們大使館 原本港澳是設有的那個什麼台北辦事處 現在已經全部撤掉了 所以換言之的是說呢 許曉星這樣的一個提議 或是朱立的一個說法 他們做這些提案就像前面講的 中配放寬 在中國投票 跟所謂的二人投票 跟民生都沒有關係 都是為了國民黨自己的權力擴張 以及服務中國的這樣的一個 他們的需求 好 所以大家說呢 你看台灣如果在公投的部分呢 已經有開始來推動這個不在籍投票了 那為什麼國民黨要這麼急呢 是不是因為兩會 你看中國政協通過了 政治決議提和平統一 那現在國民黨藍白的部分呢 是要透過台灣的內政 來促成和平統一嗎 這一系列的法案 這國民黨推斗 讓大家說是配合中國的演出嗎 我們請教范老師 因為你看中國兩會的時候呢 政協來通過說 政治決議提和平統一 那我會覺得 國民黨現在提出這一系列的法案 感覺起來 撫召痕跡會不會滿深的 對 其實我們這次總統大選 深受國際媒體的關注 然後他們都發掘一件事 就是台灣的投票方式 雖然是最傳統的 那台灣是半導體的生產基地 我們應該是最厲害的 在網路投票應該是最先進的 可是為什麼台灣用最傳統的方式 而且必須親自到投票所去領票 然後我們投票 我們還公開的唱票 他們反而這個方式 第一個避免所有的爭議 第二個 公開透明 第三個 也表示台灣人 對這個投票的重視 因為你要投票 你必須親自去 因為真的有人從國外回來 你才會珍惜你手上的這一張選票 所以我看很多韓國的媒體 反而是羨慕台灣這一種投票方式 很多歐美的媒體 也肯定台灣這樣方法 所以我覺得我們已經有個受到全世界 大家都呈現的投票方式 結果我們現在自己不要 我們要去學那些有問題的國家 我覺得這真的是值得商榷 剛講到韓國它可以 他們在中國有設投票所 那是設在大使館 大使館就等於是韓國的領土 中國怎麼樣都不能夠介入 所以它在韓國裡面 甚至它可以從韓國派許募人員 包含從韓國運這個票櫃過去 投票的過程流程 完全跟韓國一模一樣 中國連介入都不可能 我就在韓國開票 現場直播 這個OK啊 問題是 我們那你中國 讓我們中華民國 也在北京成立大使館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嗎 我們在上海成立總理事館 好不好 我們在重慶成立總理事館 這個習近就下台了 對不對 OK啊 我們可以派國 我們那個大使館 我們也有警衛啊 全部跟國外的 在中國大使館一樣 中國不能夠介入 是我們的領土 可以這樣嗎 所以國民黨現在提出這個反應 要先問問看中國要不要啊 對不對 你看對 你看菲律賓 他們也開放 他們的移工在 菲律賓駐台的代表處 那個我們也是比照 大使館的規格 我們警察也不能夠衝進去 我們外面還有在保警 同樣的跟這個 跟我們有邦交的國家 一模一樣 完全他們駐台代表 也是比照外國駐台的大使 有邦交大使 他們的車牌也是一樣 都享有外交車牌 所以這個是你必須 中國要做這樣的 我怎麼不可能把我們的 在中國投票所設在 中國共產黨的黨部吧 但幫老師我想問一下 因為國民黨現在是推 境外通訊投票 境外 中國到底算是 他們的境外還境內 好 那我問你 像美國在2020年就發生 他們就是 你投完票 然後郵寄回美國 結果發掘很多票 既然就在馬路旁邊 也沒有送到開票所 何況你今天投票的 那個國家的郵政好不好 例如說我今天 我在這個柬埔寨 我要投票 那我在 我今天就在柬埔寨 他會不會送到台灣來 未必喔 你如果送到中國郵局 我給保證 中國的這個郵政人員 全部把它打開來 一張張開 投給民進黨的 我全部把它銷毀 投給國民黨的 我讓你寄回台灣 就這樣子搞啊 中國的郵政 完全是黨在管理的嘛 就跟以前我們當兵的時候 我們那個寄到部隊的信 都扶刀掌一張張看 看你有沒有什麼敏感的東西 對不對 敏感就把你銷毀嘛 你覺得中國會不會這樣做 當然會啊 我對我喜歡的候選人 我就把他的票 讓你順利的寄回台灣 我討厭的 我就把它就地銷毀 所以你除非能夠告訴我 中國的郵政是公開透明的 因為不可能嘛 所以我覺得美國當時 為什麼就發生這個情況 連美國的郵政都出現問題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郵政單位的怠惰 還是有政治力介入 結果後來為什麼發生川普 他不承認這個選舉結果 甚至後來川普的支持者 衝到美國的國會去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選舉 是不公平的嘛 所以我覺得通信郵寄投票 也大有問題 而且為什麼講違憲 剛剛約德哥大學講 我們現場129條 他強調的是什麼 要直接投票 直接投票是我不經過他人 我票是投到信箱裡 可是你今天要郵寄就不直接了 因為你中間會變成到 你寄出國的郵政人員 跟我們國內的郵政人員 他們被人從今天可以作梗嘛 可以阻止嘛 可以阻攔嘛 可以改變嘛 我們在台灣投票是直接看票跳進去 而且都有攝影 那個票不可能飛出來吧 這是靈異事件 另外就是我們強調是什麼 吳濟民就是我投票沒有人知道 我投給誰嘛 所以我的投的票 就是我自己知道我投給誰而已 可是你今天如果你在 我說郵寄投票 我在蓋投票章的那一剎那 旁邊有沒有人看到 我搞不好在麥當勞 我在那邊蓋章 旁邊有人 他在我旁邊吃飯 他看到了 原來已經投給二號 我知道了 或者你今天在中國 你要進行投 你要投票你要寄回台灣 搞不好國台辦的官員就站在後面了 你看我看你投給誰啊 對不對 就不可能寄名 不可能秘密嘛 所以我覺得什麼類的 通信投票 郵寄投票 是很有問題的 那再來你說電子郵票 那剛剛都談到 這麼多國家後來都取消掉了 有沒有可能駭客的入侵 有沒有可能造成外地介入 我們之前講嘛 我們台灣要 之前要推動那個所謂的 這個這個晶片晶片身分證 就有什麼 為什麼當時高宏安跟國民黨反對 說啊這個晶片身分證 可能會被駭客介入 怎麼樣 全世界有128個國家 使用晶片身分證 為什麼就是我們台灣在緊張 好那既然你對身分證緊張 你為什麼會電子投票 你就有信心 你告訴我那個邏輯何在 好所以你看 我覺得國民黨也要想想看 如果他們要推境外投票的話 那就代表說 台灣跟中共是兩個不一樣的國家囉 那如果是境內的話 他們把中共視為境內的話 那境外就不包括 中華人民共和國啦 所以國民黨這個如意算盤 是不是打散了呢